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我是啟發投國憲政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175點 量擴增到1072億 好 那我們先從短線上來跟各位談 那也跟各位談到說 你怎麼去事先預算到 加權的一個所謂高低轉折點 那有狀況你事後怎麼做調整 調整很重要 那一開盤 好 來 這昨天1月7號 我給投資朋友的1月8號對不對 好 那一開盤我調整 低檔是9141 高檔是9242 今天最高9246 最低9154 調整出來以後 低檔差13點 高檔差4點 因為今天最高9246 低檔是9154 1個差131個差4點 好 那怎麼去做調整 好 OK 這個是開盤 這一根是9.5分 一開盤 我就知道高檔是在這裡 肩最高9246 那低檔就這個地方 最低9154 我算9141 好 這就是事先預算的所謂的技術 那短線上可以抓得住 那中長線就沒什麼問題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談談 今天1月8號 我們來講1月9號 這個我們都事先算出來的 事先算出來的 9284 9281 9192 9193 所以明天這短線的 它的多底區是在9195 這加權的 那這個空底區是在9280 那也有很多投資朋友問說 老師 你為什麼不講台紙的 不行 這個上頭有規定 不能預告台紙 我既然可以講家權 那當然一樣台紙一樣我會啊 只是規定我們不能做 規定我們不能講 不能預告 因為現貨不能做交易 但是呢 棋子可以嘛 但是我能不能帶棋子可以 但是節目上預告不行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那由這個我只告訴各位 這個技術一樣可以用在台紙期 這個 如果你長期到我的三關價 這是免費的三關價技術班 我會教各位 我會教各位 因為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做指數是三個四個 就是十個高天順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我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免費技術班 只要你有興趣 你就來 那我會教你 那這個你可是花很多錢都學不到的 外面沒有這種技術分析 沒有 因為我問你啦 有哪一個投顧老師 有事先預算的技術分析 200多個投顧老師 解盤的投顧老師 只有郭憲政有這個東西給各位嘛 對不對 就比來講 來 這一波 來 這一波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我們呢 如果事先用 股價 或是加權通通都一樣 我可以事先算到低點跟高點 低點跟高點 好OK 那我們來談談這個點 這9251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我沒看到後面 由這一段我算出來 這高點是9251 那我就告訴各位 我都事先算的喔 如果來到8841 你要站在多方 9251我就知道會跌到8841 順便會知道會漲到9348 也就是股價在這裡 我可以事先算到低點跟高點 好那我們來監諾一下 最低這個點多少 8826 來到這個點 我是不是在節目上跟各位談 這個點 8826 我由這一段算出來 8841 我們就告訴你 扣低轉折來到多底區 這裡開始要做反彈 對不對 然後呢 順便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會漲到這裡 那漲到這裡你要小心注意 9348 最高到9338 這在封關以前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告訴你有風光行情 還有開紅盤行情 只有郭憲政獨牌綜藝告訴你 沒有 因為為什麼 這裡算出來 第二個來到這邊 扣高轉折 我是事後講的嗎 不是的耶 對不對 刀刮墊子 一樣 這邊下來 我都告訴你 這裡下來告訴你350 一樣嘛 這裡告訴你350 有沒有 12月17號 12月17號 我這裡都沒看到 12月17號在這裡 對不對 告訴你這裡是低檔 那你沒看到後面這裡破線 你當然是不敢買 但是我從這裡 我就可以算出最多它的低點 然後算出它會彈到這裡 那現在在這裡 這種工夫這種技術 沒有辦法 有人可以教各位的 那以前 你要學這種技術分析 你可能要花蠻多錢的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有很多人 我說我不是在做公益 我是希望能夠 讓更多人知道說 技術分析有事先預算的技術 然後呢 可以救更多人就好了 OK OK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到我的免費技術班 這種你把它當成一個 所謂常態的三關架技術班 那很多人在學 很多人在學 學到以後 你計算機你自己 你就知道 未來高點跟低點在什麼地方 聽得懂嗎 那我只是用我的 自己的一個技術分析 我用懶人法 直接把它弄上來 那其實計算機都可以算得出來了 聽得懂嗎 好 就比來講 來 浴金光 我怎麼做的 來 浴金光這裡都沒看到 我由這裡我就可以算出 來到這邊 這個點一定要賣 然後呢 順便呢 這個點123 這都事先預算的啊 這個就在免費技術班上面交的 那所有的股票 是不是都按照我的方法去算 對 所以你永遠買在相對低 賣在相對高 而且都知道高低點 這個點123 123 我這裡算126 然後下來123 我就知道會跌到83 跌下來在這裡 這個點 來到 最低來到多少 77 77.9 來到這個點 你說你敢買嗎 我已經事先算出來了 這裡是不是低點 那這個就我技術班上面在交的 就在這裡啊 有沒有看到 我就是在這裡買 10月28號 我是不是又買在低檔 這裡在做加碼 10月31號在做加碼 上來 126這邊 再賣 那 你剛好看到了 10月28號我是不是買在低檔 那這一段呢 這裡 我就已經知道會漲到126 就最高129 那你沒學過技術分析 沒到我的免費技術班 那你就 可能會買在這裡 但是呢 我這裡就知道會漲到這裡 所以126 我是在節目上 叫投資朋友 郁金光耀賣 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 好 買這裡 買這裡 賣這裡 這一段 試乘 重點是 很多人砍在這裡 然後呢 到這裡才來追 錯 尤其這裡是 漲最多的時候呢 量價欺揚就在這裡 買這裡 買這裡 賣這裡 好 那來到這個點 我是不是有跟投資們談 在事先做預算喔 這裡126 我是不是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押回 如果到94到97 你要站在買房買回來 我沒看到後面喔 這叫雙技術 神不神奇 來到這裡 我就知道 未來會漲到126 然後會跌到94 我這個都是在節目上 事先預告的 我有沒有事先講 我從來沒有事後諸葛亮 還有在這裡 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裡 然後呢 再用雙技術跟各位講 所以你做公平 你想要聽到 老師都回家過家 不必要告訴你賺多少賺多少 你到我免費技術班 我都可以教你啊 你自己都可以比人家更厲害 所以129 這126加在賣 我就知道這裡這裡 94到97 這裡是買點 那我會不會在這裡買 跌到這裡 12月19號 跌到這裡 所有人 買在這裡 砍在這裡喔 這裡我叫人家賣嘛 126嘛 對不對 126叫人家賣嘛 下來我就知道會到這裡 這裡 然後我在這裡買 這都有抠訊單喔 而且我當初買的時候 直接跟各位講喔 當所有人看好的時候 你要我給你 對不對 那來到這邊 這一次賺的不多 這裡從80塊到120幾 幾層 五層 那這一段我在這裡買 這裡都沒看到 這裡買這裡買 然後我為什麼在這裡賣 對不對 為什麼在這裡賣 這玉金光為什麼在這裡賣 我沒看到後面嘛 那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沒有風光行情嘛 所以我在12月 12月30號 我就把它賣掉嘛 我在這裡買嘛 沒錯嘛 買在這裡嘛 上來 我在這裡賣 買嘛 12月19嘛 跌領版買嘛 這不是在封關以前賣 浴金光我就是這樣子賣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浴金光還是在104 那它壓回哪裡是買點 你會不會算 那你們就到我免費技術班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加權的部分 我們事先預算給各位低點 然後呢 浴金光 高低轉折點 這個低點 高點 低點 還有這個點 我是不是都抓出來 低高低高 對不對 那未來要怎麼做 那 如果你不懂沒關係 你到我免費技術班 那我跟各位講說 你手的上的股票你拿來 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那我順便教你怎麼去算 你未來在做個股或加權的部分 你高點跟低點就可以事先算出來 那外面沒有這種技術分析 那你花更多錢也學不到 但是我因為在這個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說 它是一個所謂常態性的 補習班 而且是免費 免費 那 或許呢 你現在看到節目 你也是無動於衷 但是我跟各位講 早學跟晚學 你都一定要學 為了什麼 為了你可以賺錢 你可以賺錢 聽得懂嗎 我會教你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教技術分析是我的證明 做同學老師是我的護學 聽我的意思嗎 那認同我理念的 或是想要去免費技術班的 這個禮拜五跟禮拜六 有 注意廣告中時段電話 你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 2015年 元月九號跟元月十號 的一個所謂免費技術班 那我用密技去精算股價的未來 高點跟低點 這是很多夢寐以求的 而且我教授你 如果是事先預算隔日 漲跌於點數 那有高價股 平概股 或是我沒點到名的 你都要來學 那順便給各位一檔 三到五成的標股 讓各位去體驗 如何事先預算高低轉等點 讓你變高手 注意廣告中時段電話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其他投顧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知情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其他投顧 郭老師 三關價技術班 免費技術班 1月9號星期五 晚上的七點在台北 1月10號星期六 上午九點半在台中 下的三點在高雄 要告訴您 密技精算股價未來高低點 教授預算隔日漲跌於點數 以及高架股平鈣股未來走勢 還有三關價趨勢轉折 均線偏移抓三到五成標股 您也有限前線來電約 下一個大電話 發打02-2389-8689 02-2389-8689 肺炎煉球菌平常可能會潛伏 在人類的鼻腔當中 當我們感冒或者是 母嬰低下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引發 清晰性的肺炎煉球菌 你知道嗎 在台灣每十二個小時 就有一個人感染 接種肺炎煉球菌疫苗 就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歡迎回到現場 好 那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我們的技術分析 是事先做預算 算出多底跟空底 多底就是所謂的低檔 空底就是所謂高檔 然後去算它的起漲跟起跌 好 那怎麼去算 怎麼去算 股價在這裡 我們事先算出這裡跟這裡 好 OK 那我們舉例 用我自己做過的股票 好 而且很多人 看我電視都很清楚 我在買股票 一定就買在相對低 我不會像很多的 大部分的投顧分析人員 都是介紹漲很多的股票 過高的股票 聽得懂嗎 因為很多人會賠錢 就是因為你參加老師 都是叫你去做追 所以我都是事先算到低檔 低檔我就買 我就買 那高檔上來 所有人會去追 或是你捨不得賣 我就會賣 好 OK 我們舉例 來 置觀 我沒看到後面 這叫置觀 我禮拜二把它賣掉對不對 這裡都沒看到 100多塊 我就知道會跌到70塊 這叫置觀 所以我在這裡買 買在這裡 我在節目上面講 這裡是不是低檔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學習到技術分析 這免費的 你到我免費技術班去 那這個禮拜五跟禮拜六都有 你就可以學習到 永遠買在相對低 那這個低檔 我會去買 這裡算出來 對不對 我都沒看到後面 這一段我算出來 不要羨慕 我就這麼厲害 你未來我會變高手 很多人在學 很多人花了很多錢 去參加投顧老師 但是上過我一次 免費技術班恍然大悟 那為什麼我都會買在低檔 這裡買 1月6號 禮拜二 禮拜一賣 賣101 這賣完又跌下來 對不對 我做股票就這樣做啊 這包括咧 來 2344 2344 華邦店 沒看到 這12塊我就知道 這裡是買點 買這裡 買這裡 那時候是多少 7塊8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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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塊8塊再押回來這裡又告訴你 這裡是第二次買點 對不對 來 來 華邦店 這裡都沒看到 告訴你這裡是買點 這麼神奇 我就買在這裡 你剛好看到 摳訊單了對不對 那不能騙你 10月28號 第二波押回來 咦 這裡8.59 這裡又是買點 那這裡是低點還是高點 高點在這裡 低點 那散戶呢 不會買這裡 那你學習到免費技術班 你就買這裡 這裡到這裡 那來到這邊 華邦店要賣囉 先跟各位講 這裡已經告訴你囉 11塊半 11.1 那我會在這裡買 我不會在這裡買 聽得懂嗎 我怎麼想跟你說 沒有了 沒有了 來 宏達店 宏達店 2498 我買 買這裡 之前不是告訴各位了嗎 這裡 最低 來到這個地方 我會在這裡買 我這低檔我很敢買喔 10月14號買一次 10月11號再買一次 11月14號再買一次 這打口都是 這裡 11月18號再買一次 今天在這裡我賣一半 這裡買買四次喔 這裡一次 兩次三次四次 我這裡買一半 打口這裡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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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買一半 10月14號 這最低喔 120 11月11號買 11月14號買 11月18號買 我在低檔 120 130我很敢買 今天1月8號10點56分 149 獲利出一半 149 來 249% 這10點 10點56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10點嗎 9點10點 10點56 149 在這裡 149 收盤146 做價差 押回來 在什麼地方 我會再買回來 聽得懂嗎 這個都是我在交同志朋友的 對不對 來 就比如來講 可乘 來 2474可乘 我怎麼做的 前面就不要談了 這裡 我在這裡買過 這裡賣掉 然後這裡買 為什麼在這裡買 12月17號買 12月19號買 有沒有證據 我當初買的時候 我就已經 事先在節目上預告了 我說233 234這裡 非洲斑馬歐北倍 最低到226 然後我在這裡有買 12月17號買 可乘 12月19號買 可乘 228 228 1月6號 禮拜二 250 獲利全出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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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賣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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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賣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在這裡買 這裡已經算出來了 那我為什麼在這裡賣 這一段的0.618 聽得懂嗎 所以我都跟各位講 我們得一個所謂的 免費的一個所謂三關價補習班 你把它當常態性的 你只要學 要學事先預算的技術 那你就注意廣告中時段的電話 那是免費的 而且你學習到以後 你未來加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你都自己會算 我會教你 而且這個目前好多人在學 常態性 你早學早好你知道嗎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有 那你等一下注意看 廣告中時段電話 廣告中時段電話 你就一定要來 所以我跟各位講 好東西 好東西 好的技術 可以事先預算的技術 你外面可以學得到嗎 你花更多錢都學不到 事先預算的技術 對不對 那我說你永遠學知道技術分析 你就不用像 每次都買在高檔 因為你懂得押回整理碟式買 我可曾宏達電 包括郁金光 美綠 自貫 華邦電 是不是全部都買在低檔 是不是 這個就是你要學的 所以你很夢寐以求 未來你的股票 你做某一檔股票 你自己就會算 那怎麼去算 你當然要學啊 想要賺錢學技術 或認同我的名念 想要去免費技術班的 注意廣告中時段電話 那麼祝各位明天操盤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開地上最好門啊 先拿雞蛋豆腐蔬菜 在拿白鐵架盤肉絲 計時開始 GO GO 5 3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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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跟高雄 那我用密記 去教你如果去精算股價的高點跟低點 這是你夢寐以求的對不對 非常的準 那再教授 預算隔日的加權指數的高點跟低點 還有高價股平概股未來走勢 那你手的算股票 只有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還有一檔3到5成的一個所謂標股 注意廣告中時段電話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喜卡提供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02-2389-8689 上午9點半在台中 下午3點在高雄 要告訴您 密集精算股價未來高低點 教授預算隔日漲跌與點數 以及高價股平概股未來走勢 還有三關價趨勢轉折 均線偏移抓3到5成標股 您也有限前線來電約 下一個大電話 補答02-2389-8689 02-2389-8689 我看你的電話 超猪跌似的 你幹嘛讓他們來 María María Tú Herriliz 發現惡儀B車請你跟我這樣做 1.小心地 2.安全幕下影响 3.向国道公路警察署出发 最高可怕24000元 国道180全名录起来 各位看关系听好 节点阿光我来了 举手之劳情观灯 节能减碳少不了 电器加装